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个 这一条铁 四球 双曲线 中心 焦点 灌手端点 还有供二手端点及建立方法 如果没有交叉项 就是SY 项的话 这一定可以配方 配方的话 我们就把它抽出来 这是4倍的 S 加上2 平方 减掉9 多少 这抽出来 928 这是Y 减1 平方 所以这样子的话 45 这是20 这个减这个20 加16 36 是不是这样子 好 所有就知道 这就可以写成 S 加2 平方 49 36 减掉到什么 4个36 就2的平方 再3的平方 Y 减1的平方 1 好 现在它抽中心点 中心点 O 啊 就HK嘛 - R 跟1 对吧 然后A等于多少 A等于3 所以 所以 A的话就等到 A就等于那个加3 加3 这个加3 对吧 因为它是这个方向 加3 所以1 1 A B A的话 等到 1 1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交点呢 交点因为这个C等多长 因为在B等多长呢 B是等2 那B的话是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所以B的话呢 就在Y,Y方向加2,加2,副2,副3,Y方向-2,副2方向-2,副2,副1,1-2-1 再來一個C,C跟A,是同一方向,S方向,這個頻道叫做頻道馬,開根號 9加4,這個根號13 根號13,所以F1 F1,S方向,加根號13 等於-2加更到13 1 F2呢 在這個方向減更到13 -2減更到13 1 這樣子 M0 大家都喜歡 還有漸進方程式 漸進方程式就定這個等於0就可以了 等於0的話 所以得到什麼呢 3分之X加2 減掉2分之Y 減1等於0 一個方程式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3分之X加2 減掉到什麼呢 加2分之Y減1等於0 然後你經過整理 經過整理以後的話 這把它乘以6 這乘以6的話 等於6X 6XX 不對 乘以6的話 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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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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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乘以6 減掉3Y 那減到什麼呢 因為這是乘以6 乘以6要2 4 4 4 減到這變成加 乘以6 加3 一過去的話 負7 或是加7也可以 加7 加7 是這樣子 4 然後這個呢 這乘以8 乘以6 乘以6的話 3分之2 2X 加3Y 乘以6 這是4 減3 加1 等於0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等於 這樣沒有問題吧 等於 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乘以7 乘以7 一雙曲線的兩件近乘線 2X 加3Y 減5 等於0 這L1 那L2 這是2X 減3Y 加1 加1 等於0 然後 他說通過 這個P 5 2 試求雙曲線 中心坐標 及那個方式 那中心坐標的話 是這兩個建立線的焦點 對吧 建立線的焦點 然後我求O 建立線的焦點 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4X 減4 等於0 X 等於1 對吧 那再來的話 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是6Y 減6等於0 所以Y 也是等於1 對吧 好 那所以 O 就是等於1 對吧 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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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零兩個相乘 立線等於K 加上3Y 減5 乘以0 2 減3Y加1 這等於 立線等於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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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把這一點帶進去 就可以求K 來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那個就是這個建議 方程式的解 這個呢 方程式的解 這樣很理 沒問題吧 好 那我就知道 得到 把它帶進來 我得10 加6 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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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 這等到 這是11 那 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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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的話 稍微做一些說明好了 就是說 你把雙曲線寫成這個樣子的話 就保證這個等於零 與這個等於零 是這個雙曲線的兩個借界線 為什麼 你知道嗎 理由是我們在D1有沒有 D1是等於這個 X 就等於2平方加3平方 分成這個東西 2X加3Y -5 D2 D2 D2等於2平方加3平方 分成這個 2X-3Y加1 對嗎 那這個等於一個常數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相乘是一個55 這個保證是一個常數C 這是D2 沒有問題 所以就能夠保證這兩個直線是它的接近線 那因為保證這兩個是它的接近線 那你定下等於K的時候 那它要求說 這一點在這個上面 所以你帶進去的話就可以唯一決定這個K 沒有問題吧 就首先 你定這個相乘等於K的時候 就可以保證說 那個點到這一條直線 就雙曲線上的點到這條直線 乘以雙曲線到這條直線 兩個相乘就可以保證它是一個常數 那就保證說這兩個是雙曲線的接近線 而且這一點在雙曲線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決定K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D8 D8它說一雙曲線的兩個焦點 M1 M1 這是等於F2跟2 F2 是等於8跟2 其中一個間信線的斜律 M1的話 是等於4分之3 四球雙曲線它的方程式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那條間信線的斜律是4分之3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 這一條直線我可以寫到 寫成這個樣子 寫成 這是Y 等於4分之3 X R加上V 對不對 0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就可以寫成 也是像這樣子 3X -4Y 這個叫K1好了 我叫K1好了 3X-4Y加上K1 這等於0 這是其中一條斜律線 對吧 另外一條的話 那這個我就可以寫 這個相當於A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中心點在哪裡 中心點在兩個相加除以2 6 這是3 2 3 2 3 2的話 這3 2的話 這樣好了 那我就假設 那個方程式是這個 那因為它的焦點在這個方向 焦點的話 是2 Y方向都是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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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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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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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y-2等於0,這是一條 那另外一條的話 是 a分之x-3 它加上v分之多少呢? y-2等於0 其中有一條是 v-x-ay 另外一個是v-x-ay 所以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一定是 v-x-ay 加4y 加k2等於0 一定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都知道 這個v我是可以把它寫的 那這個你就可以把它寫 這個就可以把它寫成y 現在c的話是這樣 你看首先 首先這個c等於多少 c的話這一段 這是3-2 c段這樣已經5了 然後你就知道 a平方 加b平方的話 是25 25 然後你又知道什麼 你又知道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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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得到V等於3,A等於5 所以就得到V等於A等於5的平方 X-3平方減掉 V3,3的平方Y-2平方等於1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吧 回去的話題目要做 沒問題的話,我們現在來看看 奇怪,這個怎麼不太一樣 25,7,對啊 我沒有 這個3比5 3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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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平方交B平方等於5 等於5就平了25 所以A等於4,B等於3 A等於4,B等於3 對吧,所以應該在4 對吧,對吧 這是C,這是C平方 這是B,這是A A平方交B平方等於4平方 剛剛說好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是16分之 還是-3的平方 -9分之 Y-2的平方 這等於1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共二雙曲線 什麼叫共二雙曲線呢 就是說 這兩個雙曲線 用同一組那個漸進線 那我們稱為這兩組 雙曲線為共二雙曲線 也就是說 這兩個雙曲線的話 他的貫軸 變成他的 共二軸 他的共二軸變成他的貫軸 就是那個 共二軸與貫軸互換 那這個我們稱為共二雙曲線 一個例子就是說這個 A平方是X平方馬 -B平方是Y平方馬 等於1 跟什麼 跟那個 A平方是X平方 -B平方是Y平方 這等於-1 這個形成的共二雙曲線 因為這個的話 他的漸進線是令他等於0 這漸進線是令他等於0 這個的話是這樣子 這個是這樣子 這是A 對不對 這剛好點檔過來 你把他跑到車 就變成A 這這個 這也是A 不對 這裡是B 這也是B 這也是B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他的什麼呢 因為他的那個罐軸 變成了什麼呢 他的公二軸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寫成B平方是Y平方 減掉A平方是X平方 等於1 現在他的罐軸是這個 公二軸是這個 他的罐軸變成他的公二軸 他的罐軸變成他的公二軸 等於 那共用呢 兩個借進線 這兩個借進線共用 這我們稱為 這個 共和雙曲線 擁有相同的借進線 兩組雙曲線 我們稱為 共和雙曲線 共和雙曲線 它有相同的中心 它相同的中心就是兩個借進線的焦點 就是它相同的中心 第二個 像這種的 A平方是X-H 平方 減掉B平方是Y-K 平方 這等於正負一 負的共和雙曲線 第三點 就是說 AX 加VY 加H 乘以多少呢 CX 加DY 加K 這等於什麼呢 等於正負的力 等於正負的力 這兩個借進線 上面那一條 上面那個收取線 下面那條共用線 共用什麼 共用X 加上VY 加H 乘以CX 加上VY 加K 等於0 這什麼呢 這兩個借進線 這上面那一條曲線 跟下面那一條曲線 它是共用正負的 這兩條漸進線 所以上面那個 跟下面那個的話 是兩個共用雙曲線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那你說呢 欸 啊我 啊我 如果上面把它寫個 正L好了 下面把它寫成 寫成這個 正K好了 那它也是共用 同樣的那個什麼 同樣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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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 它有沒有公二 這時候沒有公二 為什麼 因為它的中心點不一樣 中心點會不一樣 你看 我看喔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用同樣的那個 那個 同樣的 欸 同樣的 同樣的漸進線 等於0 看喔 看喔 K 嗯 用同樣的漸進線 是沒有說 不過的話 看喔 這個是對的就對了啦 這兩個的話 是共二雙曲線 他們是共用兩個呢 相同的什麼呢 接近線 那如果呢 不同的數值的時候呢 我如果不同的數值的時候 那 會不會產生什麼 效應呢 共二雙曲線 這個下一次我再想一下 我來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的話 嗯 這個等於0的話 當然什麼 當然是這兩個呢 這兩個雙曲線的呢 共同的漸進線 萬一的話呢 你說 那我加一個L 不要減L 加個另外一個數字的話 那它是不是 共用雙筒的漸進線 對啊 那要可能啊 對吧 這個下一次的話 下一次的話 我那個 我再跟你們講 我那時候 我突然 突然想到這個問題 下一次的話 我再跟你們解釋 反正的話 這個兩個 一定是共和雙曲線 至於說 至於說 我加L1 跟加L2 這兩條的話呢 是不是共和雙曲線 那這兩條當然就不會了啦 因為如果是 正L 負L 是兩個共和雙曲線的話 另外一格的話 一定不是 至於為什麼是這樣子 下一次我再跟你解釋 不過這是對的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來看等軸雙曲線 所謂等軸雙曲線 就是說 它那個呢 貫軸跟共和軸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A跟B是一樣的 這我們稱為等軸雙曲線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 等軸雙曲線 兩間性線 互相隨遲 那當然啊 對吧 一個什麼呢 這如果 A是一樣的話 awn乘說 那等於A平郎分之 A是平郎 加 B width 嗯 可以 減掉的A平郎分之 Y平郎 等於0 這是兩個解釋線 ohn乘勘看 那他的 他的那個 兩個 什麼呢 兩個 Grow 哪個那個 這兩個什麼呢 兩個近軸x 等於0 一個 加v等於0 所以都互相垂直 它間近線的話是兩個互相垂直 這沒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現在來看 例如 例如3x加4y-1 4x-3y加1 這等於5x 是一個什麼 等軸雙曲線 這樣好了 這個它是以這個令等的0為間近線 那我現在 這東西我把它展開看看 把它展開看看 不然的話 我要舉個例子 例如說 2的平衡 或者是x平衡 剪掉 v平衡 3平衡 3平衡是y平衡 等於1 跟什麼 跟2平衡是x平衡 剪掉多少 3平衡 3平衡是y平 等於2好了 他們有沒有共用呢 他們的漸進線是否相同 他們的漸進線應該相同 漸進線應該相同 漸進線應該相同 比如說 這個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這個嗎 ax x加vy 加h cx 加上dy 加k 等於L L1跟L2 它沒有錯 它是共用相同的漸進線 比如說這個跟這個 共用相同的漸進線 但是呢 像這個的話 它是這個 這樣子 它有一條漸進線 是這樣子 你把它給擴大兩倍的時候 它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個樣子 縮短一點 但它還是用相同漸進線 但是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那個罐左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罐左 就是說 等於是膨脹 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雙短線 是這個雙短線 等於膨脹 膨脹跟它二倍 有問題 等於膨脹跟它二倍 但是它漸進線沒有動 沒問題吧 它漸進線沒有動 那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 就是說 AX加上 BY加 H 那整理的話 這個 這個 CX加上 CDY加K 這個等於 比如說是正L1 正L2 就是說 這兩個雙短線的話 上面的雙短線跟下面的雙短線 只差什麼 只差一個膨脹而已 它是共用相同的 鑑進線沒有錯 有問題 那你如果說 比如說 我現在寫 這兩個數值不一樣 我這裡是寫負的話 當然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 一個是 比如說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的話 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冠軸跟公二軸 並沒有互換 並沒有互換 你知道嗎 就怎麼講 就是說 如果這是L1的時候 那麼這兩個的話 它的那個 共二軸 它是互換的 有問題 但是這個 如果不是L1 而是L2的話 它跟它的話 差一個膨脹 但是它也是共用 兩個相同的 的鑑進線 有問題 就好像這兩個 這兩個是共用相同的鑑進線 但是它 是它膨脹 跟它二倍 怎麼看 你就把它除過來 除過來的話 這個就變成說 你可以二的平衡 就是 這是 跟它二分之X 平衡 減掉三的平衡 跟它二分之Y 平衡 等一 所以它跟它之間的話 膨脹 跟它二倍 也就是說 跟它二分之X 這是X' 是不是 然後另外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Y除以跟它二 是等於Y' 對吧 但是它 用同樣的鑑進線 它的鑑進線多少 它的鑑進線多少 它的鑑進線比它等於0 對不對 共用頭的鑑進線 但是它的尺度不一樣 沒問題吧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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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鑑進線 變成 這個鑑進線 這個鑑進線 變成 這個鑑進線 這個鑑進線 根號 根號 2S 減 8 8 8 64 不對 這三的平衡 三的平衡 這三的平衡 928 就是3跟2Y 那乘以多少 乘以就是2跟2X 加3跟2 3跟2Y 等於0 所以這個呢 直線方式 就是2跟2S 減3跟2Y等於0 那這跟2可以別掉 所以還是等到 還是等到 3X 減2Y 等於0 這是它的鑑進線 它的鑑進線也是一樣 它的鑑進線型 4分之X平方 4分之X 減3Y等於0 這是其中一個鑑進線 這是3X 減2Y等於0 所以這鑑進線是一樣的 這兩個鑑進線一樣 所以這兩個鑑進線 所以這兩個它不是共二雙矩線 但是它用同樣的鑑進線 跟0 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立體1 立體1 他說 4球雙矩線 S平方 -9Y平方2 加80 加36Y -2等於0 它的共二雙矩線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就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一十分解 我們有這個什麼呢 有兩個解 有兩個方法 我這裡有個方法 解一 解一的話呢 我就給它配方法 這個就是 加多少呢 4吧 4平方法 -9 y 9 4 36 -2 的平方法 等於2 這裡我加16 所以這邊要加16 剪掉啊 这边剪到49 36 所以这边要剪36 对吧 大家所有都知道这个就等于 这等于那个 -20 36 18 36-18 8多少 48 对不对 这是-18 正18 这是-18 对吧 那-18的话呢 所有就把它给除过去 除过去的话 这是-2y-2的平方 -18-4的平方等一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 还有另外一个解法 另外一个解法就是什么 就是你给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变成两个渐进线 把那个两个渐进线找出来 把两个渐进线找出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3y x 加3y 加8x 加36y -2 对吧 那就是-3y 中间的话要8x 8x的话我们要怎么配 中间的话怎么配 那我们首先的话呢 这个 x的部分有多少 a加b 这等于8 那y的部分呢 y的部分有多少 y的部分是-3a嘛 -3b嘛 这等多少 这等于36 3133133133126 把它加起来 2a等于多少20 所以a等于4 那b呢 2b等于4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b等于4 所以这里的话 要怎么办 这里就变成 变成 这里要什么 这里要给它 给它什么呢 这4 a等于10 v等于4 这要-1个20 加1个20 等于0 所以这样就变成 变成 x-3y 加10 那乘了 x-3y -2 那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因为这里是-2 对 20 今次变成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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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y 加10 這個是 加3y 減2 等於正18 這是他的共用雙體線 這樣問題 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 這兩條事實上是一樣的 這兩條事實上是一樣的 沒問題 不然的話 要不我來整理一下 看會不會有這個樣子 我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跟這個差多少 這個跟這個 這個是18 這也正18 應該是差18 應該是差18 所以差應該是差36 減36還是加36 可能是加36的樣子 加36 這個以後可以配方 反正 反正這個一定是對的 你回去的話 把它驗證一下 這跟這個是完全是一樣 這個 這個的話 差上面那個是差多少 差那個 差36 雙許線 對吧 差36 另外一條跟第一條 差36 那個係數差36 後面那個係數 差36 對吧 這裡差36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個是差36 那再來我們看看 等著 等著雙許線 一間際線 是 加上 2y-3 那中心 O O是1 而且通過 原點 P 通過原點 4求 另一個接近線 好 那這個 首先 另一條接近線的話 我怎麼求 另一條接近線的話 我這樣求 它的中心 x 加2y -3 另一條接近線的話 這個 它的中心點 等著O 它是說等著雙許線 另外一條接近線 另外一條接近線的話 但是問題是 它並沒有 跟你講說 這個 雙許線 它是那個 當然 我們可以找到 找到滿足它條件的 就是說 找到滿足它條件 它現在 漸進線呢 是這種情形 那我剛剛的話 我剛剛想到什麼情況呢 想到說 它有可能是非標準形式的 會標準形式的 像這種 那也有可能是標準形式的 那如果是標準形式的 那就沒有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它是對稱你什麼呢 是這種標準形式的話 那如果是這種標準形式的話 它另外一條接近線 跟它的話 它會什麼呢 就是說它的協率 就是說 它的協率 它的協率是乎二分之一嘛 那麼它的協率 就應該是乎二分之一 一個是乎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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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一條接近線 L2 這叫L1 另外L2的話 就可以寫 可以寫成 這是 它說是等軸雙曲線 我看錯了 等軸雙曲線的話 它協力會跟它垂直 等軸雙曲線 會跟另外一個 接近線是垂直的 兩個接近線它會互相垂直 對吧 所以這樣就被決定了 我剛剛的話也想太多了 剛剛的話我就說 它這個的話可能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啊 但是另外一條接近線它有可能這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的話就不是等軸了 等軸的話 它兩接近線一定互相垂直 那既然互相垂直的話 所以另外一個的話 你就要把這兩個係數倒過來 其中一個加入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定它等軸 2x-y 等軸的k 但是呢 因為它通過哪裡 它通過011 所以你就把帶1就對了 所以就等到 1嘛 2-1 2-1 2-1的話等1 原理 所以這是等軸雙曲線 我剛剛的話呢 考慮到其他工具 如果等軸雙曲線的話 兩個接近線一定互相垂直 那既然互相垂直的話 所以這兩個就可以寫成 是0x-2y-3 乘以2x-y 2x-1 等於k k分別好了 那又他說0,0點 通過雙曲線 就帶0,0點下去 所以k就等於3 所以答案就做出來 s 加 2y 減 3 乘以 2x 減 y 減 1 減 3 有沒有問題吧 這是等軸雙曲線 所以它的斜率呈起來是互相垂直的 那它有互相垂直的話 你加那個法項亮的話 把它弄垂直就好 就把這兩個數倒過來 倒過來又有其中一個傢伙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雙曲線與直線之間的關係 雙曲線與直線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它有五種關係 這雙曲線比較複雜 橢圓的話比較簡單 就只有三種情況 那個香梨 香切跟香膠 這橢圓最簡單的 但是雙曲線的話比較複雜 第一個 它可能不香膠 第二個 可能香切 香膠的話 它有可能交到兩個頁 兩個頁上 它可能割到兩個頁上 有可能割到同一個頁上 有可能什麼呢 另外 它的方向跟漸進線平行 這個時候只焦一點 這種焦一點的話 它不是相切喔 這種焦一點的話 不是相切 有問題 沒問題吧 這個它只焦一點 還有一種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這個 對啦 就這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相割的 相割的話就是這種 鑑定線的話 鑑定線就沒有焦 鑑定線的話可以講成是沒有焦膠 不過鑑定線比較特殊 鑑定線可以把它想成 它也就是雙曲線有焦到無窮的地方 普通的話沒有香膠的話才不是 普通沒有香膠是真的沒有香膠 這個鑑定線它是香膠以來無窮的地方 所以當然也是就是沒有香膠 鑑定 所以它總共有五種情況 好 那香膠清洗的代速解法的話 就是說你把這條直線設上去 你帶進去的話 如果一個根 重根的話就是相切 那如果沒有香膠的話就是無窮 那如果沒有香膠的話就是無窮 那如果判斃是大的鑑定的話就是兩個窮 這樣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不過代速解法的話通常不好做 跟那個鑑定線一樣 代速解法不好做 所以我們會有另外其他解法 第二個 我們看雙曲線切線的修法 第一個 雙曲線上一點的切線 好 那這個的話 這完全跟橢圓一樣 然後現在上面有一點 PSEY1 這屬於Gamma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什麼呢 切線方的式 就一半一半帶進去 AS0 加上CY0Y 正法跟那個什麼 腿的正法是完全一樣的 你看嘛 這個係數 跟腿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說 這個腿的話 這兩個都是正的 現在要雙曲線 其中有時候 顧得一個正的 這樣子 只是差這樣子 所以正名的方法 是完全一樣的 加什麼呢 加上 這二分之D S0 加上X 加上 二分之1 Y0加Y 加上F 不過這個功術我們不會用 我們用什麼呢 用那個呢 法向量 用那個偏微溫暖 求法向量 用偏微溫暖 求法向量 跟腿的方法一樣 我們會用這個算 沒問題 那這個獅子的話 不好用 沒問題吧 這個參考書這個的話 不好用 好 然後再來第二點 第二點的話呢 它正名方法 也跟那個腿是完全一樣 你們可以圍區人帶帶看 那我在這裡的話呢 我就不花時間正名了 我把它寫成了 鎚圓的形式 鎚圓的話 這裡是正的 那這裡正的話呢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切線 假設 這樣這個的話 它給你什麼 它是給你切點 給你切點 切線 斜率 這個呢 它是什麼 它是給你斜率 給你斜率的話 要求切線 又兩條 這時候的話 Y的話 Y是等於mx 加減多少呢 加減就是am平方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腿上面 是加B 加B 現在是加付B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說完全是一樣的 Y1的話 如果呢 如果它是這個樣子的話 Y1平方 這裡要把它寫B 對吧 加上多少呢 剪掉的話 加上面 負A 不是S平方 這等於1 這是等於1 對不對 等1的時候 你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 你這個還是要跟住它 跟住它 跟住它 跟住它的時候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的話 這個我們還是要寫成什麼 寫成什麼 形式 寫成這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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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平方 這是負A 加上B分之Y平方 寫這種形式 那這樣的話 Y就等於多少 mx 加減多少呢 那A就代負A了 負A M平方 加上B 這樣有問題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這樣沒問題吧 都一樣 這樣有問題 沒問題吧 就是你把它寫成 橢圓的形式 寫成橢圓 C式 寫成橢圓 C式的話 帶橢圓的 那個什麼呢 那種方式 因為它推導過程是完全一樣的 沒問題吧 這裡的話 X平方還是對應到A 那Y平方還是對應到B 只是現在的話 這個B是負的 這裡A是負的 沒問題 它都帶同樣的公式 好 沒問題 那這個 這個是給你協力的時候 求它的什麼呢 切線方式 如果它不是什麼呢 它不是給你協力 而是線外一點的話 就是說給你線外一點 那它要你求什麼呢 求那個切線 那怎麼辦 那跟那個桃圓的時候一樣 桃圓的時候我們不是有一個所謂的特徵方程嗎 就是說 線外一點這是S0Y的 對不對 然後你要求出它的切線的斜率 那那個斜率滿足這個方式 S0Pnoma-A 這是MPnoma 我蔡老師推這個公式的話 花了很多錢 因為你在用那個什麼 因為你在用那個什麼 你設它 設這個直線是Y-Y0等於M X-X0 然後代入說 代入橢圓 我是推橢圓的 那雙起線我有推過 結果那個答案是一樣的 那推出來的話 它會有什麼呢 它會有M的四次方 你在推導過程當中 會碰到M四次方 所以你令判別式等於0 令判別式等於0 令判別式等於0 你會碰到M四次方 最後的話 化解以後 就變成這麼漂亮的公式 就是 2S0Y0M 加多少呢 這個 多少 減這個 因為減這個的話 現在這個負都變加的 所以Y0平方加V 對不對 沒問題吧 這個等於0 那我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特徵方程 就修邪律的特徵方程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再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 當你這個S0Y0的話 在那個平面上的位置 它的切線的話 有幾條 比如說這個是漸進線 對吧 是漸進線 首先 這P 在那個什麼 這個是屬於什麼呢 外部 P在外部的時候 這個是雙曲線內部 所謂內部外部怎麼定 是這樣定的 A平方 S平方 -B平方 Y平方 等於1對不對 好 當你這個點帶入這個的話 它小1 我們叫內部 比如說你零零帶進去 小1 這個叫內部 這個帶進去的話 大1就叫外部 明白 當這個P點的話 是在雙曲線外部的時候 它是沒有切線的 無解 沒有切線 明白 那在上面的話 就是一條切線 那在上面的話 你要什麼帶 就帶那個公式 Round F 就是帶N N N等到這樣 Round F Round S Round F 在上面的時候 一條 有問題吧 好 如果是在外面的時候 那就有兩條 如果在這個間近線上面的話 它會什麼 它也會 它會有一條 不過另外一條 就是這個間近線 那你如果帶這個特色方法的時候 它如果剛剛好 在這個間近線上面 你會有兩個結 兩個結 其中一個結的話 是這個結 另外一個結的話 就是這條間近線 但這條間近線的話 不能算 這條間近線的話 你也可以講 它是切線 不過它是切雲的 這個雙曲線 在無窮雲的地方 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就不能算 沒問題吧 再來的話 如果說 阿哈有說什麼 在他講 A 這是A5結 B的話一個結 C的話 C的話 這裡是兩個結 D的話 這一個結 再來E E的話 這五結 E的話 你帶入這個特色方法 會有兩個結 這兩個結 剛好什麼呢 剛好是兩條間近線 那這兩條間近線 不能算什麼呢 不能算是切線 沒問題 好 再來什麼呢 再來這個F F的話 F當然也是有兩個結 當然有 當然會有兩個結 所以它的結是 0、1、2、1、0、2 0、1、2 1、0、2 1、0、2 沒問題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舉例子 舉例子的話 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立體液 我們現在來看立體液 它球通過了 第一個 A 4 2 2 2 B B 3 2 再 第三個 第三個 C C 2 3 第四個 D D D是0 2 第五個 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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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 1 1 1 四十八,四十六,二三十二,这三十二呢,大也大也十一啊,在外面,无解,无解,有没底,那你就不要解那个特征方程了,那一定无解啊,用看的就心脏了,有没底,在外面无解啊,好,那第二个,那你, 你说呢,那我用那个潘梅式做,也可以啊,就是把那个直线方程式的话呢,带进去阿里那潘梅式等于,它一定是无解的,第二个的话呢,V的话,把它带进去嘛,V带进去的话,3乘以多少呢,3的平方了,减掉4乘以2的平方了,这等到啊,这刚好是十一吧,二十七,减掉呢,是十六, 没有,高是十一啊,等于十一啊,就是在上面啊,在上面啊,好,那在上面的话呢,那我就用什么啊,用那个带公式啊,因为这个带公式刚好很好带啊,就一半一半而已,你就不要用了Round嘛,在十一,我们是三嘛,那整理到,S的话呢,是三,对吧,三有个十, 那就是四,那这等于一啊,就是这样子,那或者是带这个比较好,带上面的那个比较好,带上面这个是三,乘以多少呢,三有个十五,减四乘以二Y,等于十一啊,好,这个就是第三个,哎,第二体啊,第二体的切方式, 所以是9X-8Y,等于十一啊,好,那我们看第三体,C点,好,那我们看呢,C点在哪里,C点带进去啊,第三个,C点带进去,三乘以二的平方吗,减掉多少呢, 呃,四乘以多少呢,跟号三的平方啊,那等于多少,十二,那减多少,十二,刚好等于零哦,那等于零的话呢,它是小于十一嘛,所以在里面啊,对不对,那在里面的话,你就要讨论啊,讨论说它在建议,是不是在建议线上,如果不在建议线上, 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两个解,啊,或者是说它在中心点,中心点的话就无解,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个那个两个建议线,两个建议线的话怎么求,两个建议线的话呢,就认这个等于零就可以了,认它等于零,对吧,认它等于零,对吧,认它等于零,对吧,认它等于零就是,这是根号三,X嘛,减掉二Y, 等于零,这是两个建议线,那两个建议线的话呢,我们把它带进去的话,它会不会在上面,可能会哦,你看哦,我把这个带二,在根号三,在上面,所以它有一个解,那有一个解的话呢, 那我就带入什么呢,带入那个特色方程,特色方程的话就多少,就是二的平方啦,减掉三分之十一,M平方嘛,减掉两倍的S0,二Y0跟到三M,加上多少呢,加上这个Y0平方三,加上四分之十一,这等于零, 那解出来的话,其中有一个斜律是满足这个,那另外一个斜律是真正的切线,这样怎样,这样是等于乎的话呢,三是十二啦,十二乎一啦,M平方,减掉四跟到三M,加上多少呢,四分之十二加十一,二十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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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化,一如银 Geme, 二十三啦,一联化,和二十三为三 Der 二十二 像银上面乱丶乱二十三。 四分之二十三 你們中夥出法還記得嗎? 中夥出法二分之三 不過這個例子出的不太好 這個例子是我出的喔 入了不好喔 這是六分之三 加起來多少? 四加六分之一點多 六分之二十五 六分之二十五更換三 一乘多少? 這是六二十二嘛 這是三乘以二十五 三 還是二十三 三十五分之二 三十五分之二 2分這個讓3分沒有錯 好看喔 3分之1 減掉 2分3分 這樣是沒有錯啊 不過這個 我看可以算一遍 6分是更好3喔 還是這裡是減的 這裡是減的 它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還是這裡是減的 我看看喔 2分2分3 0 它在上面啊 2分3 1分3 前面 這怎樣 4減多少 4減3分之11 4減多少 4減3分之11 4減3分之11 喔這正3分之1啦 這樣就對了啦 所以這裡啦 這正的 這減的 這加的 那這樣就好了啦 說了 對吧 這樣對齁 所以這個沒有了啦 所以這是減的啦 減的嘛 那這是加啦 那這邊就對了 它算是戶的多少 戶的多少 這是戶的啦 啊這是戶的呢 23 23嘛 對不對 23嘛 這邊23嘛 啊這邊 再減掉呢 12分之 23乘以3 33是12 這消掉在0 對吧 所以的話呢 現在喔 我可以因素分解 因素分解成號 因素分解 其中有一個 這3分之1可以抽出來 其中有一個是m 乘以2分之3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啊 這個 這個時就有了 就是 有一個解嘛 一個解析 這個解析 這個解析 3分之1m 3分之1m 應該要乘以3 這個東西應該要把它乘以3 這個把它乘以3 乘以3以後是m 減掉 2分之23 更到3 等於1 你用中夥除好嘛 給它因素分解嘛 那因為我知道其中有個解釋 2分之更到3嘛 所以你就除2分更到3 所以這個可以因素分解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不對喔 對吧 因為這個的話 這個是漸進一線的解 漸進一線的話呢 相當於是 焦與無窮有處 所以真正的解是這個解 所以m的話呢 是等於 2分之23 更到3 有問題 有問題吧 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喔 特地自己出 自己出呢 你這題的話 在那個參考書上面找不到 好啊 所以的話 然後他又通過這一點嘛 是不是 所以他的執行方式是y 減更到3 等於斜率嘛 2分之23 更到3 這個是雷減2 這個就是他的解 現在有沒有底 C 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沒有底喔 這個東西我把它擦掉了 再看看D D D是底喔 D的話我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呢 D 在哪裡呢 D的話 是不是在那個 我們看那個 歐點在哪裡 歐點加起來 歐點 x等於0 對不對 那y的話 等於2分之更到3 是不是 0 0 歐點在0 歐點在0 所以這個不是歐點 所以這個我解 這個他的切線就是兩條漸進線 漸進線 漸進線的話不是切線 這不是 那02呢 02的話有沒有在上面 沒有啦 通過沒有在上面 所以你還要帶那個特徵方程 特徵方程就是 帶那個 帶特徵方程 就是說 這是 0 平方 減掉3分之11 m平方 減掉兩倍的 s0 s0就是0 y02 加多少呢 這是y0 y0是2的 y0平方 那現在加上 4分之11 4分之11 等於0 對吧 所以現在有一個 負的3分之11 m平方 加了多少呢 4分之 16加上11 這等於4分之到達27 等於0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m平方 等於4分之27 乘以11分之3 所以這個題目很醜喔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出的 沒有出的很漂亮 所以m等都要 下一次我把它改一下 把它出一體比較漂亮 2跟他11 在81啦 9981 對吧 所以這有兩條 切線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看 這兩條切線的話 分別 分別是 y 減2 等於正目都上 2跟他11分之9 然後x減0 這是他的兩條切線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那這題的話就把雙曲線的切線問題 就解掉 完全討論完了 沒問題吧 好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上到正邊了 由於是 我認識一下 說明 教授 跟他 說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